現在越來越難判斷 中共會不會 或者北京當局會不會軍事上冒險 在這個時候就以武力去處理台灣問題 但是近期的情況 無論日本、澳洲、歐洲 以至美國總統 都真的越講越白 拜登說明如果台灣受到攻擊 就會協助台灣 以往那種與台軍事聯盟 那種隱隱若若的情況 就變得很實在 再加上跟著也承認了 台灣當局也承認了 有美軍在台灣訓練的這些人 還有一個傳聞就是 原來有台灣的軍事人員 在美國的地方接受訓練 似乎就是 美台的軍事聯盟 作為一種震懾中國的一個做法 同時出現的 所以這個時候 北京會不會軍事冒險呢 我覺得都是很難判斷 或者我已經這樣說了 我相信的可能性 就未必會太高的 暫時起碼不會太高 但是這種滋擾就會繼續 特別加上現在 因為有些人去訪問台灣 包括國務卿說 會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系統 雖然不是說支持加入聯合國 成為聯合國的代表 但是起碼都是系統加入其他委員會 用什麼身份 暫時都不知道他怎麼說 但是基本上都是說得很白的 歐盟第一次派了一班官員 直接去到台灣訪問 以前也沒試過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北京當局自然就會 各有必要在軍事上 加強的震懾能力 所以大家看到 有些傳聞 我希望地方官有反應 結果做成的結果 找自己笨 結果市民去超市搶東西 還沒搶到打架 未曾說要動肌肉 就已經搞亂了自己 搞到自己的地方 暖了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他也專門永久制裁幾個 所謂死硬的台獨分子 尤石昆他們 這個也是理工的姿態 我自己判斷 這些民工武嚇的功夫 未來都很難停下來的 都會繼續做下去的 做到什麼階段 或者做到什麼階段 就是禮爭 現在是無從判斷的 我相信 當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 越來越惡劣 和一些主要的 政治陣營 是 越來越有脫軌跡象的話 其實他 採取軍事冒險的可能性 反而會增加 因為他再無需要太多顧忌 當然 事上如何判斷 是否有機會 短時間可以 收復台灣 這是第一個問題 收復之後 是否能夠有效 管治這二千多萬人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 在國際社會造成那種影響 肯定是負面影響的 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自己的經濟是否能夠承受到 這也是一個要判斷的問題 所以暫時看來 這三方面的條件 其實都不是太過成熟的 所以我都覺得 短期之內 就是 講就可以照講 甚至有時 搞不搞傳出一些風聲 讓人搶一下 搶一下米 搶一下水 這個可能會有 當然要在飛機上 多了幾個圈 都會有 但是真正要開打 我相信 短期的機會應該不大 路透社有一個分析 說中共打台灣有六個步驟 包括一開始封數馬左 入侵根門 接著周邊就 早隔國際的增援 接著到全面封鎖 接著就空炸和飛彈 全面攻擊台灣那邊 接著最後呢 就全面的犯台 接著到最後呢 可能台灣如果不投降 或者是接著就 台灣不投降呢 人人拒絕談判 全球股市就翻盤 那那個時候可能 台灣已經被全面封鎖了 美國和日本 可以在周邊部署一些 就是軍事慈備 到最後 美國搞不定了 和盟友 只可以為一個 經濟反制中共 其實這個你怎麼看呢 在路透社的那個 下個步驟 當然現在憑空 這樣去建構出不同的一些 就是 軍事犯台的一些 步驟和戲碼的 但是剛才說 每一步都有風險的 其實 假設你第一步 就是去金門馬組 這樣 這個當然容易了 因為很近 甚至東沙都可以搶 但是 因為拜登也說了 台灣受到攻擊 他們即時會有反應 而現在看來 美國說到這麼白的話 如果一旦真的有事的話 他很難說 當沒有廣告的 再加上 日本也說過類似的說話 澳洲也說過更類似的說話 所以 美國 連同他的主要盟友 包括韓國 日本 澳洲 這些在 台灣建立了一條島鏈 亦都以捍衛台灣 作為一個短期目標的格局 實際上已經形成了 所以 就算你第一步 你真的去解放金門馬組 甚至我說你搶了東沙 但是即時來說 我相信大量的軍事資源 就會透入台灣海峽 所以 其實 第一步 就可能會引起這麼嚴重的後果 我覺得 其他幾步 就很難進行 因為 以地理環境去看 當然 大陸透過軍機 透過現在的艦隊 去短時間圍台灣就容易了 但是你說要佔領台灣 是另一回事 這個很考驗的 所謂登陸的作戰能力 這裡 大家知道美國有 澳洲 和日本 美國有航母 就在附近的 他們可以很快 就作出這個反應 所以被你圍堵的話 你也不可能阻止美艦 在江陸附近 出現 去作出某些反制的措施 所以 我相信 在美艦 作出反應之前 已經登陸台灣 和控制台灣 我相信 就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登陸台灣 和控制台灣 是兩個不同的步驟 你要控制台灣 我相信 更加艱難 因為 兩千多萬人口的一個島 你怎樣控制它 或者你放飛彈過去 生靈涂炭 會死很多人 國際社會怎麼反應 我相信 都不是這麼容易的 所以 這些建構一套戲碼 就可以建構 但我相信 真的做了出來 就 不是真的 好像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想請博士 可不可以說多幾句 為什麼民主思路 到現在都未獲得足夠的提名 這個 這個我很難回答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中聯辦 以致協調香港選舉 背後的系統 是怎樣玩法 可能有人意外 譚香文竟然拿到 陳曼琪的提名票 現在有人就遺憾陳曼琪 為什麼你不提名 提名譚香文 譚香文曾經幫過 李大維成解圍的 她說自己 實際上有沒有 我不知道 這樣說 但是同一時間 你見到民主思路 她本身 就是 她本身 湯大藏 是這個 行政會議的成員 過去幾年都一片忠貞 基本上 每一次都以她法律界的身份 來推翻自己之前說法 來遷就北京 以至北京當局的一些說法 但是她竟然 她那個名單的幾個人 就要告急 那她就提名了這個 就是 新思維 新思維 迪志願 提名了另一個人 就不提名他們 那就是說 究竟背後那些 就是 就是 不是配投票 配那個 提名票的操作 是怎樣呢 也有傳聞就是說 就是有個別的 譬如說 新思維的成員 在 爭取提名票的時候 也都要被其他人勸她 要改 改去第二個平台 去參選 這樣 那所以 其實現在那個 分配這個 提名票的那個戲碼 我們不知道她怎樣 事實上 有些建立派成員都說不清楚 那所以 照計的 湯大壯 領導的 民主思路 大家以為不會有太力問題的 是吧 又不是人多 是吧 但是 竟然就會 就是 出現現在你的面 那我相信 就 如果要 固存選舉 好看一點點的話 那問題 解決的可能性 都是高的 就是 讓你入閘 是不是讓你選到 是兩回事 是吧 再加上 就是 她的名單裡面的那些人 其實 有些 大家不知道她是甚麼人來的 就是 對她們不是很熟悉的 就是 面目很模糊的 那所以 參與直接選舉呢 我相信 就是 機會 不是很大 就算 讓你入閘 你面對 比如舉個來講 民建聯工會的對手的話 那 未必會選到 那 所以 我相信 就算 對她有沒有看法 不想讓她們這麼多人入閘也好 就是 可能 在提名那個階段 給她們 有 多月兩個 過到關 似乎 可能性還是高的 雖然她們現在很穩急 有沒有可能 北京那邊 對 湯大壯這個陣營 都還有少少的顧忌 或者得不到北京的全部的信任 始終湯家華之前都是 公民黨的 立法會議 她近幾年的表現已經夠噁心了 如果這樣都得不到信任的話 就沒得好說了 所以其實就已經表現了一片忠貞 我剛才說了 今天的我 就推翻作日的我 不斷地推翻自己的說法 就是 很多法律界的人 對她那些 對法律的演繹都 癡之而鼻 那她已經失去了 在民主派裡面的朋友 差不多 那 這個代價都很大了已經 那 但是如果連北京都不再看那些 這台戲的話 那她就損失了很慘重 那 但免 有些人會懷疑 就是有人 就是她始終也有那些 反對派的 頭頭的 頭頭的 的背景 再加上她的傳聞中 她的醜聞 始終都非之不去 一直被人叫十一哥 那 所以會不會這個因素 令到北京覺得 都不是太適合呢 那這個就沒有人知道了 因為這個選舉 基本上是一個 沒有人知道她的背後怎麼配票 怎麼想 就是哪些人給入閘 哪些人給入閘 哪些人給入閘 哪些人入閘之後又DQ她 那這些沒有人知道 現在 嗯 那個民主黨的元老李華綿 她之前都說了如果 民主黨 不派人參選 如果 即她可能不能選擇 無可奈何 又離開民主黨 又退黨 但現在似乎她還 沒有說 要付出行動 就是說只會考慮 又說要跟民主黨的主席 羅健熙溝通她的個性 或者做一些不出聲 或者幫下手的黨員 其實為什麼提到李華綿的角色呢 李華綿本身在 即是沒有做立法院議員之後呢 她在黨裡面的角色就已經淡不出的了 不然有些場合都會見到她 但是據我所知 在其他元老的黨員退了之後呢 都很積極地為黨籌錢 有些重要關頭幫幫忙 但是李華綿本身都不是太積極的 在這方面 所以對於現在的民主黨來說呢 基本上李華綿本身都是一個個去識 所以她的呼籲和她之前說的話呢 據我所知 在民主黨內部呢 呼籲的人都相當少 事實上也沒有什麼號召力 那 李華綿本身的情況下 你說退黨 我所知有些人拍手掌 你最好快點退 那她沒有退到啦 那她再跟羅健熙溝談 那羅健熙溝談又怎樣呢 那羅健熙溝完都是 都是這樣 那要退黨就退咯 事實上沒有人太過重視 她今天在黨裡面的代表性 那所以 她也沒有主動退到啦 我相信她如果退的話呢 不會有什麼阻力的 那 問題是她自己沒有去退 那 她再跟羅健熙溝談 那我相信現在羅健熙領導的民主黨呢 也不會太過倚重她 她 加上過去幾個月她的表現呢 我相信也不會 就是對她抱有太多的期望 那所以 她退與不退 其實分別已經不大了 就是 基本上是一個 就是在民主黨來說 是一個活殭屍來的 可能會是 那只不過她 如果還保留著民主黨黨員身份的話呢 那你知道啦 你保留著民主黨黨員身份 但是做些民主黨反對的事情的話呢 過往的經驗是有餅底分的嘛 所以你看到羅志剛現在就做了局長啦 那 所以其實 其實是有作需要的 就是你加了一把特志願這樣 都還可以說自己是民主派啊 那所以我相信 就是退不退黨呢 就不在於民主黨 會不會不讓她退 是在於她自己退 真的會不會退 她死不死可以退的意思 嗯 我想問布希 你這個民意調查中心呢 最近有沒有一些民意調查 需要或者是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要立法會的選舉啦 你要政府部門啦 你要安心促行這些方面的 我們就 我們就著選舉暫時就沒有什麼新的計劃 也都不會像過往那樣 就是那些票站調查那些 我們暫時沒有打算做 因為今次的選舉和過往不同了 我相信參與的人都不會很多 所以我們覺得不值得花這些資源 那初步是這樣想的 當然有沒有變 我們不知道 因為還有一段時間的選舉 那 我們近期都是在做一些過往做好的調查 但同時呢 我們做多了一些其他的調查 剛才說的限聚指數 那些我們有做的 每個星期都有公佈的 那剛才說了 基本上 長期以來 市民對於這個限聚指數 以限聚令那樣的要求 那樣的期望都是 跟政府很大差距的 大家都覺得那個限聚令太緊 不合理 這個是相當清楚的 那我們近期已經開始了一些新的研究項目 以往我們做的都是一些 就是可能大家都 耳熟能強的特首啊 局長啊 司長的評分啊 支持度研究的那些東西 講講社會的指標 身份認同 紀律部隊的評分啊 那這類的調查 我們層上都會做 我們現階段都會繼續做下去 五大指標 五個核心指標 或者其他的附屬指標 我們都會做下去 但是最近呢 我們加多了一些新的項目 希望擴闊我們的範圍 因為 隨著社會的政治氣氛變 我們發覺很多社會政策 和民生的議題 都沒有辦法 有什麼平台討論 NGO都剩下 基層組織都收了聲 那我們現在就和基層組織合作 做一些簡單的民意調查 就希望發佈的時候 用一些研討會的形式 令到一些政策和民生事務的討論可以繼續 另外呢 我們現在就 新增了幾個新的研究項目 就要定期做的了 譬如從今個月開始 我們有兩個新的指數 一個呢 就是市民對社會政策的一些評分 這個過往我們沒有做過的 對司局長 政治人物的評分 我們有 但是對社會政策的評分 就沒有做過的 那我們今個月開始 已經開始第一次了 以後呢 每三個月做一次 第一次做出來的結果呢 就是可以這樣說的 在十個我們選擇的政策和服務裏面 能夠拿到五分以上的 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 其他的全部都是五分以上 真的不合格 可想而知 現在的政府施政多麼不堪 我們在跟著這個星期 就是十五號那天 我們發表第二個新的 也是三個月做一次的新的研究 就會做一個叫做安居樂業的指數 那就要看香港人在香港生活 是不是能夠感到安全 是不是沒有恐懼 是不是能夠安居 是不是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 是不是感到自己的人生自由 法律自由司法的權利受到保護 這個我們第一次會在十個月中發表 接著每三個月都要發佈一次 到時再跟大家報告 另外呢 我們也開始了一個 上個月開始的 已經有一個社會民生觀察計劃 用一個教育靈活方式 就做一些熱門的話題 做一些一次性的研究 第一次是上個月做了的 就關於輸入海外醫生的研究 亦都發覺多數人都對上海外醫生 較多人是支持的 因為香港人都擔心醫療質素下跌 不夠醫生的問題 但是同時都有很多憂慮 我們這個月都會做第二次的研究 以後這個社會民生觀察計劃 每個月都做一次 之後 我拍到 我拍到